昆昆今天提出来想离开济南了 有更好的一个发展了 那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要过两天就离开济南了 我去这招干活去 找着长期的活了 嗯 找到了 多少钱一个月 这个呢 他干完活之后应该按天 他现在给我按的是每天三百 半天二百 嗯 他自己的 我看这两天 就跟他去看看 他们一天能挣一千的挣两千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活我行 我想跟他学 等我学出来之后 我也能一天挣一千两千 而且还是轻松的 他愿意带你 对 愿意带我 那行 那支持你啊 你这个算是找到一个铁盘碗吗 你这是长期的嘛 他一天挣一两千 我前两天听你讲说 说他半个月能挣多少 三万 五万 半个月挣五万 半个月挣五万 就一个月的 但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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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 干活都干了 干了半个月 他挣了五万 对 然后一天挣一两千 差不多 然后半个月挣了五万 嗯 嗯 可以 蛮好 蛮好 看你长得还不相信一样 没有 因为半个月每天充一两千的话是三万块 那你这么 反正人家是 我没有怀疑别人啊 我怀不怀疑 那那那那都不算什么 对 我支持你去 因为你能找到一个高工资 而且人家对你还照顾 还比较欣赏你 反正你也比较欣赏他 这就很好 你走之前我给你摆一桌 不用 大摆什么 对不对 呃 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还是因为 就是我啊 阿面或者三斤 相处的不融洽了 还是怎么 工作的原因 我就想找个清风点的 就我们这一年多相处的怎么样 那挺挺好 非常好 你如果说相应不好 怎么能快两年了呢 对不对 只是说有更好的选择了 有更好的路了 对吧 朋友还是朋友 嗯 明白 不管是谁 你要有更好的路 你也会走啊 对不对 这东西很正常一件事情 说我没有更好的路 那还没有了 反正我是找到以后我都录的 呃 这一年半 我明说啊 你大概中了多少钱 十几个吧 但都花掉了 对 还不通过 通过网络中的钱吗 太轻松了 对 在网上中的钱 希望你以后呢 就是能存到钱 能好好的 让自己口袋呢 就是鼓起来 我也是这么想的 起码要达到 像以前一样 九千岁的那股气势 希望你重新制弄起来 我这一个月 挣一万就行了 多了 现在也不想 你是去工地干小工是吧 就跟着他当学徒 他干什么 我去我去给他干 比如 给他搬帮东西了 给他扫着地了 给他弄的材料 就是弄的材料了 就帮他提提包啊 这些东西 不提包 也没那提什么包 这话说的 我又不是去当秘书 这个事是已经订完来的了 嗯 坤坤啊 看来是考虑已久了 那作为兄弟 作为朋友的 没有一声祝福 也希望他能制弄起来 真心的